是不是也算失言呢 三年前作家冯光远在部落格上 说金普聪与马英九两人有特殊性关系 金普聪为此一状告上法院求偿200万 还要求要登报道歉 但是一审金普聪败诉 之后他上诉到高等法院 今天案件开庭了 金普聪首度现身法庭 还与冯光远正面交锋 金普聪扬言要捍卫名誉到底 而冯光远呢 他则是情绪激动的说 金普聪是不是同性恋 与他无关 只是金普聪跟马总统的关系 是真的很特殊 金普聪走出法庭就被媒体团团包围 就因为特殊性关系五个字 告上法庭 并亲自到高等法院与冯光远 首度交锋 法庭上都已经大家有过 这个延迟的辩论 我也在法院上有很明白的说明 那我想我们一定要尊重司法的判决 所以我也不多说 我想冯先生现在为了个人的选举造势 他应该什么话都会说 通批冯光远两面手法 举不出具体实证 解释他跟马英九关系到底特殊在哪里 就是暗示两人是同性恋 不过冯光远也是炮火全开 只经补充不用经过投票 就位居高位 关系就是很特殊 而且更不满金普冲说 特殊性关系事件已经伤害家人 更指责拿孩子当防火墙 家里小孩多的就占优势呢 那如果那些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倒霉呢 因为没有办法把子女拿出来当防火墙呢 在法庭外冯光远还拿出手机 跟牌金普冲 两人面对面气氛尴尬 就为了五个字 两位时日好友现在撕破脸 对簿公堂 到底冯光远要不要在报纸 公开跟金普冲道歉 并赔偿两百万 答案在十月揭晓 UDN TV杨子健 陈立汉 台北报导